提到今年其中一個樂壇新人 當然也要介紹爆炸頭的珍比特 Mike 他最近也有一首派台歌叫《奔跑壩》 相信有聽開電台的朋友都應該會聽過 MV 中還找來私當真的卡卡做女主角 認真有面子 這位剛剛出道的新人實力一定有 但普及度可能還未夠其他人高 今集正好為大家介紹 Mike 給大家認識 他的音樂之路跟其他人不一樣 也非常值得大家聽聽 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和讚好我的頻道 以後會繼續介紹更多人物故事給大家 Mike 曾比特在1993年11月7日出生 今年27歲 提外說他快要生日了 父母改名的原因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特別一點 所以就叫他做比特 特別就好似 而這個名字比特真是如他們所願 他們兒子的道路真的與別不同 甚至反映了在Mike的髮型上 爆炸頭其實已經成為真比特的Signature 在《造星》的時候Mike的髮型其實比較薯仔 但換了作爆炸頭後 真的整個人就不同了 非常容易記得 至於喜歡唱歌的Mike 他的偶像是陳奕尚 所以都看到Mike很喜歡唱他的歌 有一樣有趣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珍比特內森一直有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自己不夠帥 例如他想做一些很帥的東西 例如拍攝撮相 都會覺得會被人笑 做不到好撮 但我覺得現在爆炸頭的Mike 都很有風格 都是不錯 但Mike最後在訪問中都說 覺得不帥才是優勢 別人不會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外表身上 反而會再關注更多你的內在和其他優點 當然我覺得不一定是帥才有人喜歡 他本身也是一個全職的Audio Technician 負責幫Studio裡面的客人 設置一些音響設備給他們使用 現在他還有一個在觀塘的Studio教大家唱歌 不知道現在的學費會不會已經很貴呢 之後Mike更加在2021年 加入了環購唱片 以新人的身份出道 至今已經推出了三首單曲 而這個機會 就要多謝Mike的白樂 Eric Kwok的賞識和提攜 講到Mike的出道歷程 都要回顧《全民造星II》 Mike在2019年參加《全民造星》 憑著一個勁爆的聲線和唱歌技巧 成功拿到《全民造星II》的第八名 不過當中也有些小插曲 其中一輪關乎Mike 可不可以擠身總決賽的錄影中 Mike除了應付比賽之外 都提過了 他兼顧近一份全職的音響技術人員 早上上班後 晚上跟隊友會合一起排練 非常缺少休息時間 Mike在那時候排到4-5點 回家可能睡了2個小時 之後就要上班了 最盡甚至睡1個小時後又起床 所以看得出他為了夢想 捱對他來說完全不是問題 但最想不到就是比賽當日他才生病 原來Mike當時患了一個扁桃腺的嚴重發炎 這個病其實也挺難處理 也挺難處理 雖然比賽播出當日 得到Eric幫忙平凡 為Mike說好話 但他也是受到其他評判的批評 不過曾比特也是很肯接受批評的人 他也意識到自己真的需要休息 作為一個藝人 不是不斷拍攝就夠了 你也要休息養好身子才能夠有能力 拍到更多的東西給大家 而他的表現當然 在這個最尾的《全民造星》尾段 都是受到各位評判的欣賞 說他如果不能入圍 是沒有天理的 不過最重要的 都是受Eric Klotz高度的讚賞 甚至Eric Klotz的賞識 可以說是改變了Mike的星圖 大家要知道 Eric Klotz本身是非常有實力的 他是有經驗、有實力、有人物的音樂人 他作的歌大家都一定有聽過 例如Jeannie的《雙雙》 Eason的《借用無限好》 《最佳選友》等等 而作曲勁的Eric 當然也有幫Mike寫歌 當中有《我不如》 《我不是休比特》這首歌都是他作的 全部都很好聽 而且都佔了Mike三首 今年的派台歌中的其中兩首 最新的派台《奔跑壩》 Eric都有幫忙參與製作和編曲 所以看得出Eric Klotz對Mike來說是非常重要 Eric在曾比特的路途上幫了他很多 其中為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歌 《我不如》 《我不是休比特》這兩首歌 就是一些可以一聽就可以入口的慘情歌 當中也帶著一些超強烈的個人風格 我覺得非常值得大家去聽聽 而《我不如》這首歌 是Mike最早派台的歌 在1月就已經派台 MV至今已經累積超過200萬的Fulls 其他MV雖然未有很驚人的成績 或者理想的成績 不過我相信 隨著Mike的名氣上升 應該會慢慢多人接觸到他的音樂 之後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我不如》這首歌 這首歌對Mike來說 可能會是一首勾起不開心的事的一首歌 他自己也說唱一唱這首歌會硬實實 為什麼呢? 原來《我不如》這首歌的背後 就是盛載著Mike的真實的慘情史 其中Mike也分享過一段告白失敗的經歷 我們一起看看 小時候跟一個女生比較接近 兩個人會一起出街看電影 過馬路的時候都會拖著他 有些比較親密的行為正常 都以為得米 但去到表白的時候 誰知道女生跟他說 只能做好朋友的Friend鬆了他 那時候很不開心 原來無論你跟那個女生的關係 有多親密都好 可能最終都是因為樣子而不可以走在一起 所以這樣就傷了Mike的一個自尊 所以最後他就透過歌曲《我不如》 又跟大家分享他這段經歷 歌詞裡也有一句好應景 你不如快趕我走 唱棋被熱風冷咒 可以怎去忍受 而特別我都想再說多一些 《奔跑霸》這首最新派台歌 為什麼呢? 因為這首歌在觀眾的反應上有不同 而且在原本唱片公司給他的定位也有不同 原本唱片公司給他的歌曲 都是一些慘情歌路線 你看之前的兩首就知道了 希望打造Mike成為一個新一代慘情歌王子 而這首《奔跑霸》 正正擺脫了這個慘情歌路線的風格 對Mike來說是一大挑戰 很多人都因為這首歌的風格非常獨特而未能接受 不過這類歌真的非常新鮮 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大家抒發自己的情緒 因為這首《奔跑霸》有很多可以讓大家放聲喊的元素 試想一下大家有多久沒試過進程大叫 當然不是叫你一條街上亂叫 這首歌就是提供一個發洩的渠道給大家 當你唱完這首歌叫完之後 可能你會覺得整個人立刻輕鬆了 壓力都會釋放了 對於繁忙工作的香港人來說 我覺得這首歌真的值得你一唱 相信到年尾各位樂壇新人都應該會再加把勁 宣傳和努力做歌 去欠年尾的獎項 不知道這裏有沒有珍比特的粉絲呢 如果有的話都不妨留言支持一下他 記得訂閱和讚好我的頻道 以後會為大家介紹更多人物 如果你有想聽的人物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一定會跟你做的 我一定會跟你做的 我一定會跟你做的